你的股票还能不能涨,有多大空间,这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 但实际操作中,有很多人会觉得某个股票跌不动了 或者觉得下跌空间很小了,所以去买了它 这个思路其实是不对的,这不应该是我们进场的理由 因为它会消磨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不一定最终就能涨 从资金的使用效率和交易的成功率上来说 我们都应该是在股价处在上升趋势,或者出现游跌转涨 并且接下来仍然具有上涨空间的时候选择进场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股票会持续上涨呢 青春牛总结了三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帮助 大家好,我是股市青春牛 首次看我视频的朋友,加个关注 老朋友记得长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进入主题 第一种,看量 量是水,驾驶船,水涨才能船高 但这里要注意,不是所有的上涨都是成交量越大越好 比如现实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那种一下子放量放得很大 但很快就冲高回落,又打回原形的情况 因为量短期内过大,说明动能可能被透支 厂内的分歧也比较大 因此最健康的量价关系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上涨初期量能持续稳定,温和的放大 但随着上升通道的确认开启 量能应该逐渐是萎缩的状态 但也不能说的太狠,除非有突发重大利好直接连板了 这样的情况说明市场内外具备持续上涨的共识也没有什么抛压 主力的控盘力度也比较强 只需要用少量的资金就可以将股价持续向上拉升 后期也就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上涨行情 第二种,可以根据上涨的节奏和速度参考判断 比如股价是连续的拉升,强势逼空 上涨的节奏比较单一 这种反而不是很有利于后期股价的持续上涨 如果是那种阶梯式的向上 上涨,回调,再上涨,再回调 股价的高点低点不断的上升 重心不断上移 这种走势,一般股价的持续性会相对比较好 后期还会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第三种,从热点板块的龙头来分析 我们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龙头一般是由一个或者多个主力联合打造的 它们的实力也是最强的 同题材的方向,其他的个股更多的是跟随 龙头在市场中的号召力,影响力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它的持续性也会比较强 上升的空间也会比较大 因此我们要密切关注自己所持有标的方向的龙头股的情况 龙头不倒,行情不止 我们就可以继续持有或者有进场的机会 那除了上涨三种以外,肯定也还有其他的类型 但总之,还能不能涨是有机可循的 而不是凭感觉,更不建议在觉得下跌空间不大的股票上投入太多的精力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觉得有点收获的话,记得点赞加个关注 定期会有干货分享 有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看到了,我会及时回复 也欢迎大家积极转发 分享给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 我是股市秦川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